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夏天即将到来的生日庆典 然而最近却有一个噩耗传来 英国王室在2月17号发布公布 99岁的菲利普今晚感到不适 然后呢根据皇家医生的建议 他被紧急地送往爱德华七世国王医院 预计这位99岁的老人将在医院待上几天一遍观察 在这个年纪住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不过菲利普所住的爱德华七世国王医院 在网上被称为伦敦首期抑制的医院 曾经吸引了包括凯特王妃和伊丽莎白女王等人入住 代表了世界顶级医疗水准 菲利普今王在家中感到身体不适 敏锐的皇家医生感觉到他应该去医院离职 看来问题并不可小视 至于他能不能熬到今年百岁生日 目前还很难说 不过根据英国王室透露的消息 菲利普今王并不是通过救护车 送往爱德华七世国王医院 而是乘坐皇家轿车抵达 并亲自走进医院的 这说明他目前的状态还比较良好 而且众所周知 菲利普亲王心态非常积极 而且处事非常低调 不喜欢别人为他担心 作为相守走过一生的伴侣 95岁的伊丽莎白女王 对丈夫的担心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呢 在英国目前的大流行状况下 他也是高位人群 因此只能留在维莎城堡里 不被允许到医院探视和陪伴 在这些年里啊 菲利普一直是伊丽莎白女王坚强的后盾 在很多重要的事件上 给予他们参考意见 而如今到了这一把年纪 俩人可能要面临着 先后离开这个世界的问题 相较于99岁的菲利普亲王 英国女王毛养的要更好一些 这也意味着 她的丈夫可能先踏而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一件难以避免 却又令人悲伤的事情 与此同时 远在大洋彼岸 美国生活的哈利王子 应该也得知了自己的爷爷 被搜往医院的噩耗 但是从她进一切的表现来看 哈利的关注点 完全不在她的原生家庭上 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 与妻子还二日泰的喜讯 并计划着参加电视台的采访 这无疑是让英国王室雪上加霜 既然不能陪伴在家人的身边 那起码在家人生病的时候 应该回来看望一下 哈利王子没有做到一个晚 被殷尽的孝道 反而是继续利用他的英国王室身份 和梅根大四老姐 这无疑对99岁的菲利普亲王 是二次伤害 希望这位昔日帅气高大的菲利普王子 可以尽快恢复健康 并顺利度过自己100周岁的生日 祝福老人家 接下来是 卡米拉定位堪忧 跟女王打完招呼 转向菲利普亲王 直接被公共忽视 卡米拉在英国王室的地位 一直不太稳固 出于她和戴安娜王妃曾经的过节 威廉王子 另一个冷落康沃尔公主的夫人 其次就是奸草公主的夫人凯特 在外人面前 卡米拉好歹是个长辈 威廉夫妇得给她面子 可在菲利普亲王那里 卡米拉一无是处 她只是让那个 她孙子得不到完整家庭的坏女人 不值得被尊敬和后代 卡米拉苦昂了多年 从2005年结婚以后 她就专心在王室旅行职责 要从专注度方面来说 卡米拉的确比梅根马克尔要地道一些 但她野心也不小 想要做英国王后 这让女王和菲利普亲王为难 卡米拉不敢向女王夫妇提这个要求 她只能和查尔斯王子说 时间久了 这些话都传到了女王夫妇的耳中 菲利普亲王认为 卡米拉是在痴人说梦 伊丽莎巴二世女王 暂时还未表态 为了让王室生活更平静一些 女王在面对卡米拉时 还是相当客气的 她会欣然接受卡米拉的屈膝里 还给她颁发必要的奖章 将一部分王室 职责分配给她 今年100岁的 菲利普亲王很霸气 老人家宝金沧桑 早已不需要为那些假惺惺的关系 强忍着个性 作为君主的配偶 她能够理解卡米拉 或者凯特的执着与不义 但对于卡米拉 她还是不太好接受 卡米拉和女王打完招呼之后 忙着来和菲利普亲王打招呼 身为查尔斯王子的父亲 菲利普亲王和自己的长子关系并不好 但为了躲开卡米拉 她假装和儿子聊天 就这样把卡米拉轻易忽略掉了 在这种家庭聚会中 菲利普亲王的行为 并不会让卡米拉有多难堪 因为周围没什么外人 家里人也见多了这种场面 身后的哈利王子对此不信一顾 她了解爷爷的脾气 这也不是菲利普亲王第一次这样对卡米拉 菲利普亲王是军人出身 她身上的气质会震慑到卡米拉 卡米拉虽然不满意公公忽略她 但不敢做出不高兴的样子 查尔斯王子在一百岁的老父亲面前 就更没有话语权了 她不会为妻子争取什么 只是一家人相安无事 这应该是白杰汉宫和克拉伦斯宫 和平相处的最好模式了 卡米拉躲在克拉伦斯宫15年 她不敢跨境肯兴顿宫 可以想到戴安娜王妃的雕像 即将在这里被立起来 卡米拉想和威力王子争论些什么 威力是菲利普亲王最宠爱的孙子 只要孩子不做有损君主治的事 爷爷会无条件的维护他 菲利普亲王当年对戴安娜王妃很友好 她而知恩图报 感激戴安娜为王室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戴安娜性格直率 不介意别人和她开玩笑 这些特点呢 也能和菲利普亲王和她聊到一块去 戴安娜那样清秀 而卡米拉长得那样邋遢 脸上还布满皱纹 比伊丽莎白女王都显老 一百岁的菲利普亲王 看到这样一个老迈的儿媳妇 想必也没什么心情和她多说话 百岁老人有个性够霸气 英国王室终于有一个能制服卡米拉的人了 祝愿菲利普亲王身体康健 希望在她的保护下 威娜王子和凯特王妃可以成长得更好 让戴安娜王妃的雕像 在肯兴顿宫 飘飘亮亮的站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